大家好,歡迎收看潮玩科技 在流動通訊發展迅速的年代 大家對智能產品上網的速度要求日子提升 不少人可能轉用了4G或LTE服務 現在通訊業界已經如火如荼為5G準備 今天請來SmartTone科技總裁周金斤 Steven 上來和我們討論5G的最新發展 Steven 你好 Jeffrey 你好 我們先討論流動網絡近年的發展很迅速 4G、LTE服務推出的時間不太長 社會對流動網絡的需求是怎樣的? 今時今日的社會,每個人對流動電話的需求 基本上是不可話決的 我敢說,每個人都無論你是一般 就是和朋友去用WhatsApp、WeChat、聊天、聊天、 上網看片或者一般的瀏覽 都是基本上是一機在手 無論你什麼時候都在做那樣東西 也都看到,尤其是最近對人客對那個 視頻的要求更加高 也都因爲這樣產生了很多需要很大的數據的要求 所以在未來的發展,由過去的3G、4G 我們在看未來的5G 都在數據的要求方面是比較大的 亦都因爲這樣變成全世界都開始在5G那裡有很多的研究 希望利用一個更加新的科技 更加有效的科技去滿足市場的需要 剛才我們就說到5G,即是比4G 大家都預期一定是,上網速度一定很快 其實5G還有些什麼優勢呢 或者說說一些數據先吧 其實5G的下載速度和現在4G比較 其實可以說是多成100倍的 去到20G,甚至是更加高的20Gbps的速度 有這麼高的速度,當然是令到我們同一時間可以支援到更加多一些很大數據要求的applications 例如一些VR或者AR方面的applications 這些比較需要大的數據的支持的話 5G來說就更加配合好一些 除此之外,5G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比一個更加低時限的方面,我們叫做latency 其實這個latency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一個越短的latency的話 對我們來說是可以比我們更加實時的applications 很簡單,例如我們有時候說一些無人駕駛的汽車 或者我們叫做Telemedicine 就是一些不需要醫生在當地去做的手術 而是透過5G的技術可以將手術室的實際環境擺在眼前 是它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即時去處理的 這些需要一個很短的時限 或者latency 5G來說也是針對這方面的科技針對這方面是開發的 所以利用5G來說 當我們當5G變勢的時候可以做的事情 就比現在4G多很多很多了 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 就是VR、AR 剛剛你也說了 其實5G的推出是否真的會很有利這些科技的發展呢 是很重要的 因為雖然現在開始有很多業界都在AR或者VR轉移 但是當5G出現的時候 你可以同一時間可以滿足到很大的數據 而VR這個技術其實需要很大的數據去支持 所以在真正的配合來說 5G和VR的配合方面 就會更加成熟 更加協調得好些 剛剛我們也說到 5G其實已經是一個發展的階段 其實大家都會很關心 什麼時候才會正式去推出市場呢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做不同的測試和試驗 我們最近在香港都是很高興可以第一間 在香港是在測試5G這個科技 讓我們更加了解到5G科技 可以帶到什麼好的能力給我們的人客 除了我們香港之外 在周邊 中國 日本 韓國 甚至美國 都是在做不同的測試 現在看回那個時間來說 我們估計一下真正商業開通的時間 約會在2020年左右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會更加積極一些 例如日本 韓國 因為他們可能有奧運會 也希望透過奧運會那段時間 可以做一個實地的一個試驗 我看到在全世界來說 對5G的發展都是一個比較 就是花了很多人力和資源 我們看到在整個接下來四五年裡面 會有很多除了科技方面 另外就是利用5G去做的不同的應用程式 所以在成熟比較來說 我們估計都是在商業運用推出方面 他們都會在2020年的時間 5G都是一個新的技術 其實會不會業界已經在講 那個月費或者收費上 其實普通市民 是不是都很容易可以負擔得到呢 暫時沒有談到真正的收費 但是我個人的意見 當然任何一個科技和市場是要配合的 即是消費者的負擔能力 開發一個新的科技 或者推出一個新的網絡 之後的成本 是有一個平衡點的 我自己不會期望到5G開發之後 然後收費會與現在很大的分別 今集就多謝Steven 上來跟我們講了關於5G的最新發展 潮眼科技今集講到這裡